大家好我是Infortune的Kenny 今天我想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GSE Pro桌上型儲存系統 開箱以及安裝的流程介紹 這支影片我們會先以GSE Pro 205 作為介紹 首先我們先將包裝拆開 您可以找到一個裝有配件的紙盒 接著就是機器本體 請用雙手將保麗龍保護墊連同機器一起取出紙箱 避免滑落 開箱後我們先將配件盒打開 內容物包含使用說明書、軟體光碟和安裝硬碟用的螺絲 您可以利用物件清單核對 GSE Pro的硬體安裝非常簡單 只要先將硬碟使用附上的螺絲安裝至托盤上後 將其插入至機身的硬碟插槽 接下來只需要接上電源線和網路線 您可以根據工作需求接上10G、1G或是其他的主機通道 這邊我們先用1G的網路作為示範 開機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接著我們再到電腦上安裝一樣1軟體 使用瀏覽器就可以開始進行設定了 在開始部署之前 請先確認您所使用的配置是否列於GSE Pro的產品相容性列表 在確認系統相容性和接上網路線後 就可以使用原廠附上的安裝光碟進行1A1管理套件安裝 在安裝1A1管理套件前 請先於主機端的防火牆設定以下輸入規則 以確保1A1可以和GSE Pro連線 接著我們就可以執行1A1安裝精靈 您可以自動搜尋或是藉由預設IP位置與GSE Pro連線 連線之後系統會開始初實化設定 在第一個設定頁面中 系統會顯示目前GSE Pro上的韌體版本 您可以透過此頁面連接至Infotrain官網 並將GSE Pro的韌體更新至最新版本 第二個頁面是事件提醒設定 您可以在此頁面設定Email通知 當系統發生嚴重問題時 GSE Pro會自動發送電子郵件至您設定的信箱 GSE Pro同時也支援SMMP的功能 您也可以在此頁面設定Trap Receiver 需要Infotrain協助的重要事件發生時 此功能可以協助自動建立服務表單給Infotrain技術服務中心 接下來是系統設定畫面 您可以在此頁面更改裝置名稱、裝置密碼、系統時間以及DNS伺服器 在系統基本設定後 您可以在儲存裝置頁面開始部署GSE Pro上的儲存池 按下變革按鈕後 畫面會顯示目前系統可以使用的硬碟、RAID級別 和預留給快照功能的儲存空間 系統預設保留30%的儲存池容量給快照功能 以確保資料的安全性 接著您可以直接在下方建立磁碟區 這邊我們建立一個大小為2PB的精簡配置NAS磁碟區作為示範 接著是通道設定頁面 畫面會自動顯示目前系統主機端通道的狀態 您可以透過下拉式選單切換區塊式和檔案式通道 下一步是網路服務的設定 GSE Pro可以支援多種網路協定 您可以在此開啟各種網路協定 接著進入到ADODAB頁面 若您的工作環境有現有的User Domain 您可以直接在此頁面 將GSE Pro與現有的目錄存取協定做整合 最後系統畫面會列出初始化設定的概要列表 在確認所有設定後 您可以直接進行系統初始化 您可以在初始化進度頁面 觀察系統各項設定初始化的進度 在初始化完成後 系統會自動導向一樣1的主頁 您就可以開始將資料部署到GSE Pro了 透過以上的介紹 您可以了解GSE Pro桌上型儲存系統 非常適合用於個人工作室 以及各種中小型企業 不需要任何IT人員 您可以輕鬆透過幾個步驟 就可以輕鬆地打造您個人的私有云 以及工作環境 如果您想進一步了解GSE Pro產品 請上Infotion官網查詢 謝謝您的收看